9月12日成龙现身北京驿庄 出席成龙世界公园落户城南驿庄的情缘仪式 当天他一身粉色衬衣清爽亮相 并现场宣布他将捐出收藏了20年的安徽古建筑 为北京留下一座充满奇幻的体验式的人文公园 由于成龙之前曾将一座灰派建筑捐赠给新加坡引来网民质疑 问及是否觉得委屈 他大方进行了回应 不会 只要你做事是正确的 你没有别的用心 我不是送给新加坡 我要拿新加坡移民 我不是送给新加坡我要拿钱 我不是送新加坡我有任何企图 没有 没有任何企图 只是知道新加坡会保养得很好 而且摆在一个国际大学 在国际大学里面 他把最好的位置摆在那边 我知道这几种东西将会让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 第一这是中国建筑 第二这是成龙送的 那我就很开心 我没有任何目的 只要你做那个目的是好的目的 以后永远会有人知道 所以我不怕 发布会现场 有记者问及成龙 求证他将与张艺谋的合作拍片计划 他就在现场卖起了关子 称自己之前说漏了嘴 言外之意他并未承认 但也未否认有这一计划的存在 那个哇 我说漏嘴了 我忘了 好像忘了 结果这回事吗 不知道啊 没有我看谁的问题问别的 你看所有都是问这个问题 我不能打 我说漏嘴了 搜狐视频娱乐报 北京报道 上网最后的声音是在搜狐视频 大家好 我是萝卜州里奇 谢谢观看